我懷疑是大大小的 这样困难的房子就是 怎么会有人会选择 那连光已经这么底层了 怎么那个插布这么的可怕的东西都拖光光了 那我会觉得说 那其实我一直没有确认跟连光说 连光你这样子这么才的情况下 插布帮你东西拖光光 你会不会恨死那个插布啊 那个小偷 那你没办法 你现在因为 就是因为我家里太简陋了 那个窗户已经没了 我用那板子打 就是因为说 这样子 住的环境不好 而且我割了牌子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 我想重新站起来 所以由于那个 我们十方的社工啊 跟现在代理主任 那个肖 肖庆惠 庆惠他们 还有我们亚军 帮我找到那个康家 就暂时住在那边等 一阵子的话 有这个能力的话 怎样再把它修复好 然后我再回去 回去那边 这样就对了 你老家修复啊 你也要回老家去住 因为我在那边出生的 我来 各位外地的 我是慈航的 叫王宏宇齁 我来慈航已经三年半了 在 在慈航的陪伴一下 就是慈航有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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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代表慈航的支持 就是我 就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 就是我自己体会到说 人啊 人啊 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 人往高处爬的一个地位 对不对 就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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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求协力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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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自己的认为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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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也是广东毕业 但 他妈 在 我 我是一个 就是 我的 我的心就是 爸爸妈妈已经广了 在 在 在我孤单的时候 就是 有这样的陪伴 我慈芳在这边 我在 我到慈问已经三年半了 到上个月已经三年半了 然后 我 我想说 哦 慈芳带给我的 又是 心理上的支持 那还是不够的 那就是 不够的话 又要怎么充实自己呢 然后 然后 然后我想说 是不是要充实自己的学历 然后我想说 哦 这个就是我要去 完成我 高中时这个学业 然后我礼拜一就要开学了 嗯 好 跟大家 报告一下 对 就是光 我就是说 我是光华商职 一年 对 一年级 对 对 谢谢 需要护理科 谢谢 需要护理科 谢谢 然后 对 任志强的第二章 只是 任志强的第二章 那个第二个 是我 我对社会大 想对社会大动 讲那个感言 嗯 好 谢谢 好 那洪玉也是在此方三年半 三年半 对 然后想要重新 延续他的读书 对 慢慢的跟社会有不同的连结 对 好 那稍微登记 前面刚才那个谁 我叫张元真 我六岁就生了 对 那个 不是你说呢 像护士的脸色 像资金 我几乎每个人都把我的资金踩在底下 所以我就靠着不断的打架 不断的这样 不断的 我曾经在台中被 被诊断出是重度躁愈症 可能是假性的 然后我每个人都说 你根本就没有病 然后每个人都不理我 然后我就 然后每个人都想打我 我就不断的打架 不断的挣扎下去 然后 挣扎的差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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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